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横越林亚西的林亚大桥 是玉里镇林亚部落主要的连外道路之一 而去年接二连三的台风来袭 林亚西的溪水暴涨 将保护桥墩的方形消波块冲毁 而大水掏空极座 主人担心大桥随时有可能会倾斜断裂 酿成灾害 特别像政代表谢德川以及县议员林玉芬成情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维护部落族人的交通环境设施 原本用来保护桥墩基座的方形 消波块被林亚西抢进溪水冲毁四散 裸露的基座也被大水掏空 心惊大桥的族人是大喊忧心 桥快断掉了 快断掉了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族人的忧心怒吼不是没有原因 玉旅镇这座林亚大桥是林亚部落族人 主要连外道路之一 桥下林亚西平日水流强劲 去年碰上台风接二连三来袭 溪水暴涨 冲散原本对峙在桥墩的方形消波块 基座下方土石被掏空 危及桥梁安全 还好我们的议员李亦芬积极地看到这个情形 提报以后他今天更幸福 不来会堪 我想能快一点 正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 把这个我们的林亚强的基座 可能固定加强的部分该加强 为了保护族人进出交通的安全 里长杨敏雄也特别像郑代表切德川 以及县议员林云芬陈晴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协助部落族人建构一个安全的通行桥梁 石头滚动的声音 真的哦 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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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 都会听到 我们以前睡觉也是要咣咣咣咣 我说完了 那个雨水也开始变大了 桥要断了这样 对啊 那个石头就开始滚动了啊 你看这种都是被吹下去被冲下去的 已经在议会提案争取改善的 县议员林云芬也建议 未来桥梁维护工程 也能兼顾溪流河川的生态保育 目前幸福是说要用原来的这个基座 再回去回田 那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就是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护床工 那护床工的两边能够做这个 这个回游的道路 让这个鱼虾蟹鱼类 能够回游到它原来就是要回游的地方 然后能够生产赋予我们这边的这个蝦蟹类 那也希望我们的工程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也希望尽早 民国63年完工通车的林亚大桥 民国80几年因林亚西暴涨 冲刷桥极座导致桥梁断裂 现在新旧桥梁并列 又再度面临桥极座被掏空的问题 部落族人期盼上级相关单位能够想办法 维护族人进出交通行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